因為我是主動國中畢業 就到台北讀復興上工 那也因為這樣的機會 我想是不是我人生應該要有 在我的互相去做一些 更大的附加價值的投入 那也透過我的想法 我也很順利的拿了這個館 所以在幾年前 我就透過了8月8號的活動 的規劃開幕 來讓這個館重新又活化 那我以8月8號為什麼 因為本身正先他是一個父親 那剛好我父親也是八十八歲 所以我們就從8月8號來回饋給遊客 以免費拍黑白的群家府 讓大家走回時光的隧道 去懷念我們的群家府 那事實上影像這個部分 就是希望讓我們找到我們的記憶 留下我們的記憶 這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透過我們的黑白 因為影像 就像我在去年 我這邊成立一個黑白暗房 其實影像就是要以黑白 它會臨時的加工 再來產生的展色 那現在我們數位相機 其實是非常方便、非常聰明的 但是透過太聰明、太方便的話想 我覺得我本身雖然不是很專業 但是我用我的專業就是我設計演學 所以我在經營這兩年 都會拍了無數場的 如何在鏡頭下他們 透過這樣子的傳承去增加我的遊客 不是來館只是看鄧先的作品 而是增加他在思覺上的免許 我跟你講這個是我在經營一些很大的策略 這第二個呢 今天我們的館不再只是查看鄧先的作品 甚至於我們是透過他的作品去找個鄧先鑽在80年前 他那個時候 他把肥腐的光滑 甚至於把日治時代的台北、棉花街等等 他留下了很多的追憶 就是我去年1月份 我們以自首館到了東京去舉辦了鄧先的作品 當時當地的人看到這些80年前的東京 我覺得他們給我們的感知非常好 他們會去看的大多數是七八十歲 因為他那時候他看到是說 台灣那時候台北市是受過日本的治療 可是沒有機會 所以他們大多數的老人家給我們看的感覺 哇 這就是我們當時的台灣 當時日本人怎麼去在這邊喝劍事 我想這個東西就相互的中加了我們的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的情感 所以當我們舉辦完的時候 我就把我們這時候的展覽的作品 全部留給他在所創的處方 這也是我把鄧先生帶出去的 他們甚至是希望說 有機會他們在那邊也可以帶鄧先生的作品 我想這個是我很大的收過 讓鄧先生走回他 在日治時代他在日本留學的一個足跡 那時候 我想這個也是我透過這個影像 然後行進我的公園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我很大的 在這個廣經營脈絡的比較多 在他們